当然第一个下拉清单可以自动带出资料 那当然除了用 virtual 函数之外的话 其实在里面 在那个 检视与参照里面 其实还可以用那个其他函数 像 index indirect 像 lookup 这些函数其实也都可以做出 甚至还有什么 offset 不过我觉得相对于那个 virtual 函数 还是 virtual 函数会比较简单一些些 OK 那什么地方可以用到像 index indirect 其实呢我们可以用刚刚讲的那个题目 所以待会请各位也许切到刚刚这一题好了 325这一题 如果325的话 V-RAR就不行 那可以用什么函数 那这边顺便讲一下 里面的话呢 我们可以利用那个 所谓的大概两个函数 其实要不就是你用那个 index index 要不就是 indirect 其实要不然 干脆写vba算 vba就 for i 有没有 等于第二列到最下面一列 然后呢分别把这边填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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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 我們來看一下 假設我今天要index來查詢的話 那我第一個可以找到index裡面 按確定 它主要會跟我要三個東西 第一個東西的話是array array array的話不明是一碼 範圍 意思就是說 它其實有一點點像那個 VBA裡面的那個Sales的物件 第一個呢 你跟它講說我的範圍在這邊 從B2 Ctrl 去的向下 OK 這個是我的範圍 那第二個的話呢 它會問你說roll number 哪一列啊 那因為我要抓的是這個裡面的第一列 所以我就給它1 那我要抓的是這個範圍裡面的第幾欄 因為指於欄 有沒有 B欄 這個指的是來源範圍的第幾欄 第一欄 OK 按確定 你會發現 它會先抓到什麼 抓到入職時間過來 那第二個的話呢 其實它主要怎麼樣 就是如果在像這一格要把它抓過來的話 那你一樣可以用index 把它複製好了 基本上 如果要抓第二個的話呢 其實就是把哪邊做修改呢 其實把主要是改哪裡 改這一個 有沒有 因為來源範圍只有一欄 所以不會改 反正就列嘛 第一列 第二列 其實說列的話 其實就第一個 第二個第三個 所以這邊改成二嘛 按確定 留羊合過來的 那當然你不可能說一直貼嘛 但是你有沒有發現它有一個規則 就是主要 裡面基本上都不會變 只有這個會變 只有這個會變 有沒有 2 3 4 5 6 一直到好像是三十二吧 反正就把這個表格給填滿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 可以先把這個規則做出來 比如說如果今天我希望把那個規則做出來 那我可以把這個規則放到剛剛index的row number裡面 這樣子的話我就可以把我要的資料帶過來 那我需要什麼 1 2 3 4 5 6 7 8 有什麼方法 這個時候的話你可以再配合column 剛剛是配合row column 函數裡面的話你會發現向右拉 向下拉 有沒有辦法column 意思是什麼 抓到你目前儲存格所在的那一欄 有沒有 第一個話是第四欄 第五欄 第六、第七 可是問題啊 我不是從第四開始啊 我要從一開始 那是什麼 減掉 3 打個勾 向右填滿 向下填滿 都是1到4 有沒有 但是如果說今天我希望什麼 向右拉 1到4 向下拉一個的話呢 它應該是多4的倍數 4的1倍 4的2倍 4的3倍 所以是4的1倍就1加上5嘛 5、6、7、8 加上4的2倍 9、10、11、12 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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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嘛 13、14、15、16 OK 所以有什麼方式 我可以每向下一列 它就加4的1倍 這個時候的話 我就想到一個方法 什麼方法 列嘛 所以加上 列 剛剛有用過吧 Row Row 小瓜糊 現在抓到的是第二列 如果第二列先把它減掉 先減哦 所以Row 減 2 小瓜糊 先減對不對 然後後面 乘上 4的幾倍 所以乘上4 那這個意思是什麼 這一列嘛 目前這一列呢 2減掉2 就0嘛 0乘上4還是0 可是如果當它下一列的話 那就變3嘛 3減掉2 乘4 大概是4的1倍 那下一列 有沒有 就是2倍、3倍、4 剛好符合我們要的 所以哦 答案就是這樣 打個勾 向右 向下 剛剛好 有沒有 應該可以看懂我意思 所以接下來怎麼辦 你就再把這個公式 就是哦 把它減下 再插入剛剛的Index 然後呢 這邊哦 Array一樣選這邊 Ctrl-Shift 向下 建議是直接把它按F4 因為等下會向右向下 那Row number呢 就剛剛的東西 貼上 就這一串 Column 的話呢 就是只有1 因為只有1 其他不用變 OK 按確定 向右 向右 向下 再把這四欄 挑一下 欸 有沒有發現 很快的全部就 幫你把資料帶過來了 但是呢 現在還沒結束哦 因為哦 欸怎麼好多重複的東西哦 有沒有 前面的東西 所以哦 下一階段是吧 前面 可是你剖西哦 你剖西不是這樣 剖很麻煩吧 對不對 有沒有更好的方法 取代 取代 可是取代什麼 取代前面的字 相對的要簡單一點 OK 你不要說哦 最後我把它直接點兩下 然後把那邊刪 對不對 那當然不是很OK的方法 而且你會發現剖西哦 你會發現剖西哦 如果像這個啊 你剛剛不是用資料 資料剖西對不對 你會發現哦 用固定 或者符號都可以 但是你會發現 因為它是公式 所以你現在沒辦法剖它 除非怎麼樣 除非你要把它選擇性貼上 只有值 才可以 OK 所以這樣 OK 有沒有更簡單的方法 對 所以想想看嘛 我想到的方法提示一下 其實就是哦 冒號 的長度跟它的欄位名稱有沒有 有什麼關係呢 四個字 有沒有 然後這邊的話 第五個字 如果用MID函數 然後再算它要幾個字 這樣就OK啦 所以關鍵用MID就好 不用想太複雜 當然你想說 那另外也可以用 FINE函數 FINE冒號 這好像有點麻煩耶 不用啦 就上面有它 所以你可以用LEN 配合MID 應該就可以了 試一下 畫面 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我剛剛 最關鍵的地方哦 其實就是什麼 先把那個 1到32這個表現做出來 那關鍵就是Colin跟Row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一下 那Colin跟Row 其實是扮演 穿真影線的角色 所以如果你對Colin跟Row 不熟的話 恐怕 要多多練習一下 那個Colin跟Row 因為蠻多地方它 你不會用Colin跟Row 蠻多地方真的不好做 即便可以做出來 但是好像沒有Colin跟Row 那麼方便 因為它基本上就是 抓取你目前儲存格 所在的列的位置 跟欄的位置 那你可以配合蠻多東西哦 就可以把結果給做出來 OK 這裡的話 請各位試一下 這個325人士分欄這一題 那當然不是只有用Index 可以完成 你用那個Index也可以 另外呢 你想說 老師那我VPA 已經算有點火候了 可不可以用VPA寫 可以寫寫看 反正 只要有效率的方法 都是好方法 也就主要就是說 當然你不要圖法鏈 當然什麼都好 只是說 哪一個方法 最簡單 試一下 看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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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看著 看著 你 看著 我 看著